在闭幕式的观众席上呢 我们是发现了一位特殊的观众 他就是中国的快递小哥 鸾玉帅 这位快40岁的快递员 在北京同时的生日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萌 你刚看到这条视频的主人公啊 叫鸾玉帅 这个是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上面啊 他作为一名大众跑者和普通观众呢 在这个观众席啊 这个央视特别给了他很多秒的镜头 呃而且还重脸的介绍了一下他 哈哈这个鸾玉帅是个什么人呢 是中国最能跑的快递员小哥京东快递 这次呢也有幸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的大众组啊 以两小时46分完赛 然后他在此前呢 这个参加北马的最好成绩是两小时25分 也被誉为中国跑的最快的快递员来自于京东 哈哈 我放这条视频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先告诉你们一下啊 在中国这个快递员 是一股不可小觑的一个势力 也是上面卓翼要非常就是怎么说呢 要弘扬正能量的一部分的群体是吧 就是他们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势力 然后他们的事迹和报道也都必须是往正能量的方向去推进的 所以这个呢是我在聊整个今天这个大话题之前 我们要先建立的一个意识啊 然后呢我再说一个小小的一个花絮啊 这个京东小哥这个鸾玉帅啊差点跑不成巴黎马拉松 你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这次啊这个鸾鸾玉帅因为他是京东 的快递小哥对吧 他代表京东 他去了之后呢做一些营销宣传什么呢 那肯定是绑定京东这个品牌 但是呢这个巴黎奥运会的这个主赞助商之一 你们知道是谁呢 是淘宝 哈哈哈支付宝淘宝对呢 在淘宝一看说那我靠 对吧这个这个是我的厂子 你京东派了一个快递员过来啊 就是你凭什么能拿到这样的参赛名额 你是怎么获得这参赛名额 还一度传出这个跟作伟会告状 说这个京东快递小哥过度营销 差点取消他的参赛名额啊 但是最后呢肯定是有一股神秘的推手和力量 跟他们说啊 还是要让这个小哥跑 一定要让这个小哥晚在 这个小哥要出现在闭幕式的这个观众席上 闭幕式的呃的观众席 我们已经预留了他五秒钟的镜头 他一定要代表中国的这个 非常积极阳光正能量的一个行业的代表 是吧 所以呢一切就这么完美的促成了 这个小哥呢也完美的晚在了啊 最终呢也这个出现在观众席 然后很多人看到这个小哥呢也觉得 哎呀中国的快递员好了不起啊 都走向世界了 都可以去跑马拉松了 原来送快递是这么一个积极阳光正能量 还能锻炼身体 还能送外卖赚钱和运动脸不悟的一个事情 哇太好了 就是这巴掌都快鼓坡了你知道吗 哼今天要聊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 逆行人生不是翻车了吗 最近啊很多人就骂徐峥说哎呀徐峥江郎财劲了 曾经他也是做过什么新华路放呀 太炯啊 我不是要神 我不是要神是多好的片子对不对 对吧 这个酒妈可能就差一点啊 就好歹也是中国这个数一数二的这个商业导演的啊 又能赚钱 然后这个sense又很好 又很有才华 基本上电影一般都不翻车是吧 哎他这次怎么就弄了一个这么一个让人嗤之以鼻的那么一个电影啊 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呢我不得不告诉你啊就是有两套逻辑 一套逻辑呢是上面希望你看到的事实 所谓事实层面的逻辑 一套是存在于普罗大众心中以及真正的外卖员心中的一套真正的逻辑 当两套逻辑并行而 渐行渐远 开始走走向逆向的时候 对吧 然后人们心中这个价值观呢明显在撕裂的过程中啊痛苦的其实是观众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观众呢才会说什么啊富人呃 演穷人还有然后让我们这些真正的穷人花钱给他们捧场是吧 这个不就是矛盾转移矛盾焦点吗对不对 你们也知道为什么徐峥会拿到这样的本子 这个外卖员的故事怎么回事呢 他原来是一个大厂 呃年薪五六十万啊 然后孩子呢是上国际学校住着大house 然后老婆也长得漂亮心之类是吧 就妥妥一个人生赢家40多岁就忽然间呢 这个高层跟他说对不起啊 我们要裁员了对不起滚蛋吧你嘞 结果呢他就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对吧 又要还房贷又要怎么样 那一下又失业了 结果这样的人居然他妈的不去开猪猪车 不去开滴滴 居然去他妈要送外卖好吧 你故事这么讲我也就这么听 然后呢这个徐峥呢就就就就变成了一个送外卖男 对吧 然后结识了身边一帮朋友们啊 这个朋友们就是旁边这个海豹啊 笑的前仰后合哈哈哈哈 我看他们笑成那样 我都想到月明君呢 我天呐 呃很讽刺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开心什么啊 貌似就像是送外卖是一样非常光荣 而艰巨又让人开心和获得满足的那么一项职业啊 这中间呢 当然也遭遇了很多的这个困难和呃 就是生死啊 就是被车撞飞对吧 就是 宾死一瞬间啊 那身边的朋友们呢 也有这种孩子 比如说是排血病啊 这上游老老父要怎么样啊 然后那个又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呃送送外卖的人都有一段悲惨的往事都需要送外卖来赚钱养家糊口对吧啊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结果呢啊 最后呢这个主人公在这个过程中呢 居然还成长了 那那电影一定要有一个人物糊吗 他原来是这个样子 最后逆行了啊 这个逆行其实是怎么说啊 其实是徐征一个人的逆行 哈哈哈 就是这个戏能给你编的绝到什么地步啊 那就是徐征他不是真正的一个底层啊 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一个高管 中层 而且还是有知识技能的 他在 把这个外卖的过程中呢 怎么一步变成单王呢 就是他自己开发了一个小程序 就是啊 我怎么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东西来找到最优的路径啊 跑的最快 对吧 我可以超近道啊 我就能比别人送的更快 比别人送的更快呢 我就能抢更多的单 我抢更多单 那我就能挣的比别人更多啊 他是这么一个逻辑 结果徐征就在这条路上居然发达了 最后居然还开发了一个小程序 又回到了美团重新把它召回来 然后说你就给我主导这个项目组 然后帮快递小哥来优化路线 然后给他们找烧卡 给他们找捷径啊 然后让他们的这个送外卖的这个效率变得更高 我操的嘞 就是像这种这么有想象力的剧情 哪个团队还写得出来啊 在中国你开发任何一个电影 像徐征这种商业片大大拿 对吧 他一定你 沈腾和玛丽就好一点 拿了个抓娃娃 那么一个破本子 是吧 徐征这个团队呢 说我也要表表忠心啊 对吧 我这个我这个睡睡 搅的也不是特别好 对吧 我这个家人家人也有问题 就徐征的老婆小桃红跟那个张婷 搞那婷秘密是吧 一大堆资本运作 是吧 这个徐征呢 搞那个囚妈又把整个院线都得罪了 是吧 徐征的这个事业线 你们也知道是吧 就是这个疫情之后 那就是遥遥欲坠 每况愈下 那徐徐急需一个 可以跟圣上表忠心的一个片子 来证明自己是听话的 以及才华横溢的 以及这个片子还能够 煽动大多数人的这个情绪 价值和眼泪 对吧 所以就领命了 说OK 我来演个快递员 那你想想 其实沈腾和玛丽演那个 演着也没有问题啊 你再换一波演的也没问题啊 那为什么这事就落在徐徐头上呢 以我对徐徐老师的了解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 呃 他看不出来 这个剧情会多么找骂 会多么拉仇恨 会多么不接底心 会多么怎么样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接地心人 因为在上海电影节的时候 有接触过他啊 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一个人 他也是愿意去扶持一些新导演 他知道什么是好故事啊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你想想 他现在的这个 在中国的这个处境 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 就是他也不能左右 整个这个剧情的发展 是不是 人家说啊 我们要一个光明的结局 要一个正能量的结局 对吧 你就得给我写出这样一个结局 什么 那个徐徐肯定心里面的喊 what the fuck 这他妈是什么结局 也没有办法 在结局就要这么光明 哼 所以啊 我就看到豆瓣 有人吐吐草杂 这个这个片在豆瓣6.8分 就很低啊 一堆一星 二星就很难受 我说看了抓娃娃就已经够恶心的了 没想到后面还跟着一个逆行人生 卧槽 然后这个人就就就就说啊 说那个电影的一半啊 这个高富留下遗嘱自杀了 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这个王霄呢 凑不起小孩的白血病的钱 然后小孩呢就告别了人事 大黑呢去另一个公司做了外卖骑手啊 男主和大山呢抢丹王 最后呢男主被车撞死了 这个大山一辈子活在愧疚中 小敏的这个颜值呢 应该去夜场做歌手 而不是骑手 哈哈哈哈 就是他相当于把所有的那个 光明结局的人物都让他真正的合理化和悲惨化 是吧 然后他说最后啊 这个陆路通最后帮助骑手提高了效率 更好的压榨了骑手 哇太棒了 全民鼓舞耶 看出来了吗 就这个片子是一个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一个好片子 这最真正开心的是是谁啊 徐征的团队是吗 终于保住了狗头 I don't know 基本上就是 真正的外卖小哥看都得气死 人家外卖小哥说我 我们哪有保险 我们住的什么 我们吃的什么 对吧 我们这个风餐露宿 然后还说什么 我们还要什么绑着纱带上楼梯 让我们锻炼身体 我天哪 你在你在想什么 然后这个外卖小哥有多惨 不是杭州发发生了一个事情吗 对吧 那个是个女骑手吧 然后非要进去 结果真跟着保安产生了口角 保安说你给我跪一下 是吧 最后呢一堆外卖小哥一看说 我靠我们这群体都这么 那什么了吗 其实这就是个底层互害吗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 最后还一堆人去制止冲突和矛盾 是吧 就很怕酿成一个群体性的事件吗 就这种事情旅有发生 你们能看到的 其实更多的是卵欲帅 因为这是他想让你们看到的 对吧 一闪而过 为国争光是吧 那你们看不到那个北京折叠的折叠层里面的那个黑暗 dark的那个部分 就是这样啊 就是得罪了两拨人 让普通人看着呢 也更难受 我们就是在中国待着的人 你很少能真正没有点过外卖吧 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觉得点外卖不干净 是吧 在家里坚持做饭的孩子总点过杯奶茶 点过外卖什么 就这这个点外卖这个事情一秒就共情了 谁都知道下大雨下大雪的时候不要叫外卖是吧 让外卖小哥也歇一歇 但事实的是什么呢 就是下大雨下雪的时候 那个外卖的费用可能会往上浮一点啊 有大批的大批量的是愿意踏着雪踏着雨 然后给你送一杯奶茶 能多挣一点钱的人 对不对 这个他妈才是事实啊 这个外卖这个行业 对吧 再说一遍 他就是一个为什么那么多人去送外卖 因为外卖这个行业 是个相对公平的一个行业 蓝领啊 我们进入门槛很低 是不是 你这个只要有双腿啊 对不起啊 这个没有任何要冒犯残疾人的意思啊 只要这个四肢健全 有腿还能跑起来 还能骑个电瓶车 是吧 你不用考什么打工证 什么什么技能 那个什么二级 什么什么师 对吧 你就靠这个你送的快 你赚的就比别人更加多 你抢的到 大家都是活在算法里的人吗 对吧 你只要这个跟算法这玩明白了 你就能有一口饭吃 啊 月入个万八千的什么的 也是 也是能活着的一个生意 是吧 他就是这么一个事实 但是你把这种苦难这种东西 非要给它包装包装 变成一个美化的一个东西 巧克力味的屎 是吧 然后呢 你弄完这个巧克力味的屎 还要逼人给吃下去 你逼人吃下去 你还得说 我还要 哎呀太棒了 我还点五星好评 那我们见不见 对不对 见不见 所以本期视频说了个什么呢 就是脱下长山的孔一己 在逆行的人生里面 靠送外卖啊 最后呢 变成了人生赢家 继续去祸祸整个行业 哈哈 继续用算法去帮助资本 实现更多的利益和收益啊 然后不 不顾这个劳苦大众 啊 不顾真正的底层的这些 平民的骑手们的死活 对吧 啊 这就是这个电影啊 逆向人生讨人厌的地方啊 这个活该被骂 好吧 好吧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希望 谢谢大家的点赞转发 呃 之后呢 可能要去旅游 可能在路上啊 不一定能及时的跟大家去更新 呃 但是还是希望有机会 跟大家坐在这个镜头前面 跟大家聊一聊 ok 谢谢大家了 拜拜